欢迎打开罗宾频道 今天的主角是 复仇者联盟终局之战 Avengers Endgame 这部电影应该就不用多介绍了 是去年复仇者联盟无限之战的续集 也是MCU的第22部作品 有酷寒战士英雄内战无限之战的导演搭档 罗素兄弟指导 并且有所有我们所知道的超级英雄主演 我刚刚早上六点去看完了这部电影 然后很快的想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看完这部电影之后的一些心得 还有内容的分享 放心 这支影评一样会是无雷的内容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话 可以继续安心的看下去 这部超级英雄电影最特别的地方就是 这应该不算爆雷吧 他没有片尾段落 很特别对不对 但我还是会建议你看完电影之后 留在座位上面 让那个字幕给跑完 一边可以抚平一下自己的情绪 然后可以看看跟复仇者联盟第一集的 元老英雄们致敬的画面 这场终局之战除了真的是一场结束一切的大战之外 更重要的也是代表着几位漫威电影当中的 第一代英雄的落幕 有剧就有散 看得出来 这部电影当中很大的一部分的努力 就是要让这几位英雄漂亮的退场 我必须说 《终局之战》很成功 导演罗树兄弟把这部很难完成的电影 又一次很漂亮的拍出来了 看完《无谦之战》 你会惊艳他们近乎完美又庞大的戏份平衡 而在《终局之战》中 你又会惊艳他们让一部超级英雄电影的剧情 可以走得有多深 这是漫威好看的地方 他们很用心很细心的在对待这些超级英雄 他们是把这些角色当成是真实存在的人物一样在呵护 因此这一集很让人惊喜的是 相当聚焦在这些超级英雄的人物本身 几乎把主要几个角色之间的故事线 还有他们的感情线都处理到了 看完之后是让人觉得蛮圆满的 然后很多的惊喜都在那些出现的人物上面 有一些你觉得原本不会再看到他们的角色 比如说那个某某某的谁啊 他们都出现了 所以如果你在之前21部的电影里面 如果有哪几部没有看到的话 可能会有点可惜 但大概就是主要的三本柱 钢铁人、美国队长、雷神索尔 他们的故事 还有复仇者联盟前面三集 如果你没有看的是《无敌浩克》 那可能就没有什么关系 相较于上一集 大好人、大英雄 萨诺斯 独自承担罪孽 平衡了宇宙之后 这一集 终局之战的重点在讲 面对战争之后巨大的伤口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修复 怎么去面对 第一个小时的时候 我有一种在看我们与二的距离 超级英雄电影版的感觉 就像乔安姐回到那间戏院一样 复仇并不能带来内心的复原 而是回到事发的当下 去面对每一个人曾经犯下的错 然后学会放手 才能慢慢修补内心当中的缺口 我觉得这大概就是这三个小时的电影当中 前面还有中间在讲的内容 和上一集无限之战一样 如果你对这些超级英雄 有认识有感情的话 在这个部分你会看得很开心 会感动有很多感触 会跟着他们一起开心和难过 但如果你对这些人物 没有什么兴趣的话 那前面两个小时的部分 你可能会觉得 文系太多 然后有点无聊 我自己是这样觉得 中间有些部分真的让人觉得 有点拖的感觉 节奏有点太琐碎 虽然有好几段重要的对话 但就是会让人看得有点累了 或者是单纯我太早起来 有点累了也是有可能啦 看完电影出来 百货公司都还没有拍 我有一种夜唱出来的感觉 刚讲完前面和中间 那最后一段则有点在讲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虽然不是最佳的解决方式 但是面对清门踏户的战争 我们绝不确战 编剧用了一个蛮有趣的手法 设计了最后一幕的大高潮 Let's go get this son of a bitch 这部电影基本上就聚焦在 钢铁人、美国队长 还有索尔的身上 然后有带到一点 鹰眼和黑寡妇的剧情 算是有完整交代他们之间的感情 浩克或者说布鲁斯博士 这比较偏向功能型的角色 而这次加入的重要角色 蚁人还有惊奇队长 在戏份还有重要性上面来说 都真的还好而已 萨诺斯的戏份则完全不能跟上一集比 这一集他就是做了一些 漫威反派应该要做的事情 然后聂布拉依然很神奇的得到编剧很多的疼爱 这一集钢铁人终于回到一个正常的东尼史塔克的状态 不再是赴二奥创纪元之后 那个浴室末日降临充满焦虑的疯狂科学家了 我蛮喜欢这部电影对他的安排的 而我没有想到 我先不说太多 希望你们也不要被爆雷 进电影院之后再发现会很有趣 上一集奇异博士提到他们是被知识诅的人 我想这一集应该是算有解释这件事情吧 而美国队长我该怎么说呢 毕竟真的导演们罗素兄弟 是拍美国队长酷寒战士起家的 他们对这个角色真的是很有爱 这一集写给美国队长的戏份 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精彩 我很喜欢这部电影对美国队长的安排 而且很惊喜 几乎这部电影里面很多的经典桥段 都是在他的身上 都是看到会让人忍不住拍手叫好的那种 如果你对这个角色有够多的了解的话 真不愧是第一位复仇者 然后是整个团队的精神支柱 演员Chris Evans的表现也特别的精彩 再来是说了 这是我比较不喜欢的部分了 他有点性格大变的感觉 或者是角色设定上面的不讨喜 不是诸神黄昏中流放的王子 也不是无限之战中面对至亲死亡的悲愤 这一集对我来说他很轻浮 然后又没有掌握好那个搞笑的比例 可能这就不是导演们擅长的吧 或者是Chris Hansworth 把诸神黄昏中的表演方式带了过来 我不太喜欢这一集的索尔 但也还好不会影响到整部电影太多 一般来说的超级英雄电影 都是英雄们拯救世界的故事 在这之前最成功的一个系列 大家应该会是说 诺尔兰的蝙蝠侠三部曲 驱述了一个英雄 从诞生坠落到再起的三部电影 而这一整个MCU漫威扩充电影宇宙 这给了我们超级英雄 更长更远的一段旅程 这让这个从钢铁人第一集 到现在十一年后的这部电影 充满了我们对这些超级英雄的情感 说《终局之战》是一部电影 但它更像是一个传奇球星生涯的最后一场球赛 而且它还打了大三元或者是六十分 或者是经典的绝杀球 这是一部一时之间很难再有的电影 一个时代很重要的印记 这一代人心中永远的超级英雄经典 这部电影没有多神奇多创新的想法 但绝对会让喜欢漫威漫画熟悉漫威电影的朋友们 拥有很多的惊喜 这集也有很多打酱油的角色 如果你是特别喜欢这些人物的话 那可能会让你有一些失望 但也因此戏份更集中在几位主角的身上 让他们有更精彩的发挥 我觉得节奏可以再好一点 但其实不会让人感觉有三个小时那么的久 算是已经很成功了吧 然后在看完之后 我是会有一些剧情内容上面的疑问 例如好像哪里有bug 或者是哪里让人感觉怪怪的 这个我们可以之后再讨论 《复仇者联盟 终局之战 重点整理》 这是在《复仇者联盟 无限之战》的 经典结局之后的一部疗伤电影 是一部对钢铁人还有美国队长最精彩的致敬 也是他们华丽的退场 要进场看这部电影的朋友 我强烈建议你绝对要先看过《美国队长2》 还有《复仇者联盟2》 但如果你把其他的系列都追完 当然是更好啦 这是一部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超级英雄大片 同时也是Stanley的最后一次客串 特别推荐给想知道怎么样 弹手指最帅气的你去欣赏 《复仇者联盟 终局之战》 这部电影 我给的评价是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帮我按赞 还有把它分享出去 还有找找你的订阅钮 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在第一时间知道我上传影片的消息 别忘了在订阅之后再按下那个小铃铛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这是罗比频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电影 我们下次影片见了 掰掰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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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